CANOR EOS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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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相機版編輯吉姆 今天要帶來這台相機是CANOR EOS RP 那這台相機的總重只有485公克 它採用的是全片幅的感光元件 有效化數是2620萬 然後影像處理引擎是8代的DIGIC 機身是採用強化的塑料 裡面的機板是採用鎂鋁合金 那它的對焦區域有4779點 那麼今天要測試的重點是包括人眼的對焦 還有臉部的追焦 那接下來的測試就請各位看看我們的影片介紹 CANOR EOS RP要承襲了CANOR EOS RP 它的翻傳螢幕 它的尺寸來到3吋104萬點 它使用的是可以做觸控對焦 還有觸控十方關門 同時它也可以做為自拍使用 相信對許多攝影玩家來講是非常實用的功能 CANOR EOS RP它新增了11種濾鏡模式 它內建在智能自動場景裡 進去之後右下角有個選項 按下去之後可以看到第一個是預設值 選擇之後裡面就有11種濾鏡模式 可以去做自由的切換跟搭配 可以依照你想要的風格去做設定 也可以拿來拍攝風景或是model的部分 CANOR EOS RP它的眼部對焦功能支援AI Server 我們來設定一下喔 來這邊將眼部的對焦功能開啟 這邊開啟成AI Server 再來啟動每秒連拍四張 來請model小量示範一下眼部對焦表現 CANOR EOS RP在4K模式下僅支援對比式對焦 那麼在FHD模式下它可以啟用相位式對焦功能 那一樣也支援眼部對焦 這邊可以向上選擇開啟 然後我現在使用的錄影格式是FHD 60fps 那接著我們來請model小力來測試一下 它在FHD模式下的相位式對焦表現 CANOR EOS RP因為沒有內建對焦感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拖曳對焦的方式來改變對焦點的位置 使用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眼睛靠上觀景窗 這個時候利用右手的大拇指去滑動機背的液晶螢幕 就可以快速的改變對焦點 那這是一個相當實用的功能 CANOR EOS RP每進行適合台幣價格大概是4萬1千元 其實是蠻適合一些小制組 或是想從APSE升級到全片幅機種的消費者 它因為有翻轉螢幕的關係 可以適合去掰一些低角步 或高角度的一些畫面 以上就是CANOR EOS RP的介紹 如果各位想看到更多EOS RP的相關表現跟一些人像的實戰 請鎖定我們的詳細文章內容